作词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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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听风声在傻傻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悲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 再忘了夜多漫长 掌心的泪 磨到滚烫 只愿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满天 有闻情香 与你天地间徜徉 如果爱太荒凉 我陪你梦一场 赎回你所有泪光 这一路有多远 这三世有多长 只收到地老天荒 风起起舞茫茫 雨滚滚雪满满 一步步都陪你同往 牵着手别惊慌 管明天会怎样 哪怕注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手牢牢不放 爱念念不忘 人生何须多辉煌 俗话的终成空 执着的都随风 进路和许多跌宕 遥遇多少风浪 心不再摇晃 一起细数着过往 陪你等风停了 雾散了 雨逐了 雪滑了 再见绝对月光 还有我在你身旁 起身旁 尽更火 尽更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叶华造屋里的关门弟子 这样就算叶华离开青秋了 我们也有得吃了 好 弥谷 这就张榜门去 我已经安排了一个婢女化作道姑 在凡间照顾元珍 为何你还要坚持去青秋找白浅 君上 你不懂 一个娘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 受任何苦难和委屈的 我一定要去找姑姑 让她替元珍妒解 她惹下了祸事 她就需要立劫 别说是青秋白浅 就算是折颜上身 恐怕都管不了 不 姑姑能管 你对你的那个姑姑 未免也太信任了吧 不是我太信任姑姑 而是我跟君上的事 天宗已经欠了青秋 这件事 别人不管 姑姑一定能管 哪怕姑姑擅自给元珍赶了契约 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你说得倒也有些道理 不过 白浅的性子 若是她为难你 君上不要担心 姑姑已经归还了我破云膳 并且许了我一个心愿 她是个言出必行的人 一定不会拒绝我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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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先 你这贴的手呀 姑姑今日要选一个小仙 做叶华君造屋里的关门弟子 机会难得 能做叶华君的关门弟子 哪怕是造屋内的 也是三生有幸啊 可就这一会儿 那狐狸动前还在身上俩横滚 这会儿去 他是晚了 不晚不晚 就在今夜 还来得及 走 走 好噓啊 正子叶卫 好噓啊 你怎么能晴一下 和我的抱你 谢谢 和你呢 你能做什么呀 给 给我的记一下啊 你还会吵人啊 你等我了 记得 你等我了 就我打的多 而且我还会做呢 下一个 听名鼓说 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 我会献羊肉 我会报答 是 我会做牛肉 我会做鱼 下一位 你会做什么菜啊 让他们都撤了吗 那一个更不好的 好 记下来 依我看 你就很不错 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 我们两个 有一个会就可以了 米谷 姑姑 太子殿下要哪一个 他一个也没看上 让他们都散了吗 这 这就撤了 散了吧 散了吧 那我带小天孙去花船了 走 来 浅浅 陪我去散散步 你这般疲劳 一堂花都是自生自灭 却也能养出天然雕质的血液 丝毫无比天宫瑶池的差 真是难得 哪里 我这是虎野池子 怎跟你的瑶池比 你们那瑶池数万年来 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 被千万人赞叹 你想去看看吗 看什么 九重天 瑶池 啊 有机会吧 按倩倩你所说的 你从未去过天宫 难道不好奇吗 这四海八荒 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 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 我岂不累死 你看那昆仑须也是四海闻名 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 你可以仰慕昆仑须 坏了 我没事提什么昆仑须啊 你 卫谷呢 卫谷呢 卫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 怕是有人误闯了 姑姑 好 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 看来是想清楚的 那姑姑的意思是 请她进来吧 是 姑姑怎么说 姑姑说让你进去 少先 我若是你 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 最后一次 此事过后 少先绝不踏入青丘半步 姑姑 姑姑 你带着阿黎先去玩吧 小天下 来 你既来找我 一定已经想清楚 问我要什么了 叶华君不是外人 你说吧 姑姑 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甄 救你的孩儿 是吗 前几日天君受担 君上带元甄备了贺礼 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 谁曾想 夜里元甄误闯了喜吴宫 险些 险些调戏了喜吴宫的宿锦侧妃 调戏了宿锦 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 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 可元甄却在最后关头杀住了脚 但是却惊动了天君 天君震怒异常 立即着捆线索捆了元甄 并下旨 命他献烦历劫六十年 六十年后 方可重裂先本 这调戏未遂来说 这处罚确实重了些 元甄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 走在路上 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 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 可是 他毕竟调戏了 叶华君的侧妃 不必做我的仁卿 元甄那回事 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 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 我没有侧妃 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得重了 恳请姑姑 下凡救他一命 他不过是下凡立个节 六十年后又能重回先班 何来救他一命 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 在元甄十八岁上 会有一个大劫 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 绍兴不忍心看着他 这样备受煎熬 所以恳请姑姑 帮他把这劫术度化了 让他平平安地度过这一生 所以 你来找我 是为了帮你儿子度劫 是 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 免了这罪责 只求姑姑悄悄地 帮一帮元甄 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 拖得倒是很有头脑 你知道就算是我改了元甄的契运 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 是吧 绍兴知道 这四海八荒之内 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 好 我答应你 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 但是事成之后 你我主仆勤奋就算是尽了 你与我青秋白浅 再无任何瓜葛 绍兴 绍兴 先姑姑成全 怎么了 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啊 他们都笑我是小巴蛇 不配在狐狸洞 伺候青秋女君 你也太没出息了 小时候谁敢欺负我 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 这个呢叫破云扇 是天宫领保天尊送我的 送给你 领保天尊送的 太过重了 尚心不能收 你就收下吧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 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 这个扇子可厉害了 以后谁敢欺负你 你就用这扇子 将它扇出青秋 你这把扇子 这么厉害吗 送给你了 谢谢姑姑 那已经可厉害了 你这把扇子 你知道吗 你也没电话 你这把扇子 这把扇子好 姑姑 姑姑方才为何说 绍心将此事托付给你 还托付得很有头脑 偷听了啊 我是想听听 这个不顾主仆情义 害我姑姑 沦为四海笑话的人 又是怎样 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 九重天上呢 是个神仙 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 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 就算有这个本事 也毫无用武之地 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 有一箩筐了 一分也没有兑换 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 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将这招小事胡伦了 所以呀 此时有我出面最好 这个小八舌 可真是机关算尽了 他呀 聪明一点也好 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 此事简单 办完了 也算跟他断个干净 看来 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坐下 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 看看那元真十八岁立的 是什么姐 哪个时辰哪个日子 如何映到人身上 司命星君脾气古怪 他手上那个欺韵步子 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 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 怕会有些困难 那该怎么办呀 所幸 敦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 若是我去替你要 会有些方便 真的 你可以帮我要到吗 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啊 去凡间时 将自己的法力封了 封印法力 修改七遇本就是你一天的事 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七遇 就会用多少法力 反噬到你身上 天倩 你虽是上身 但被这么反噬几次 也十分严重 万一到时 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 那该怎么办 继任天后 继任天后 你忘了 你迟早有一天 要加入西游宫的 继任天君天后之位 必守八十一道荒火 九道天雷 若你再被法力反噬 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 好 我答应你就是 不过 你我尚未成亲 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 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 也就谈不上八十一道荒火 九道天雷 怎么 我说的 有何不妥 清清 你可是在贵屋 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 若在三百年间我便娶了你 就没有近日这个担心了 我也就是随口一说 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 叶华君不如早日帮我 把这事办了 我好去替那元甄妒劫 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甄的运步 白浅上神 答应二叔的小气 要助元甄妒劫 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 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舌 在三百年前抢走了二殿下 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甄 在凡间的事吧 元甄脱生脱到了一个帝王家 姓宋 叫做宋元甄 十二岁上封了太子 如今快长到十八岁了 结束将至 元甄在凡间的母亲 是个贵妃 生下元甄之后 便带着她入了道观 出了家 十六岁时 才让元甄的师父 将她送回了宫中 而这元甄的师父 就是北海水军桑吉 送去凡间看护她的一个婢女 婢女 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 去看护她 正是 依小仙看 姑姑若不想打乱气云 就要替代这个师父 先留在元甄身边 你只有这个法子了 至于如何杜劫 还需从长计议 多谢 太子殿下严重了 太子殿下严重了 当初是殿下您 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 才原谅了白凤九 偷走劫破灯的事 今日就算我 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 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 到了那人间 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 否则 本君明白 你说那只九尾狐 要去凡间帮元甄妒劫 是 君尚和兴君确实是这么说的 他们还说 要白浅 一定要在凡间 封印自己的法力 妙卿妹妹 我可能 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 我 按理说 我是姐姐 这种冒险的事 本该我亲自去 可是我身为军上的侧妃 一举一动 接在众敏的眼皮底下 实在是不敢妄动 但是妹妹你 就方便多了 不知姐姐 让我去凡间做什么了 这冒险的冒险 早先一直听你说 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 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 也只能讨回一个小抄 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 看看吧 《思命》这气运 写得很是让人唏嘘 这《思命君》 不去写几个戏本 真的是屈才了 《思命》 六月初一 皇帝出幽数武春 太子袁真也会同行 当时会在河上 出现一只大朋友 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 派上一个美人 意外落水 袁真就会跳下水去救人 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 袁真和那位美人 在水中双双看对眼 只可惜 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 就带回宫中重庆 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 袁真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 就在某夜醉酒之后 和那美人屈尽通幼 不久之后 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 所以 袁真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 戴了点绿帽子 没错 那名皇子自然就是 袁真的儿子 但他自己不清楚 十多年之后 皇帝并用高荒 皇子和袁真争夺太子之位 最后死在了袁真的剑下 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 上吊自尽 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 告诉袁真事情的真相 袁真读后悲痛欲绝 也欲抹了脖子 可无奈 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难点 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 这么一坐 就坐到了六十岁寿终正气 击苦一生 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 袁真这一生 还真是个传奇啊 如此说来 他十八岁见到落水美人 是他关键的转折点 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 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 不错 不错 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 等到六月初一 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 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 你到了凡间之后 就会由袁真的道姑师父 引荐入宫 做袁真的新师父 我要做道姑 不错 师姐 对 师妹 太子殿下 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 也该离去了 师父 只是身为殿下的师父 如此贸然地离去 终归对不起殿下 幸好 贫道的同门师姐 云游四方 途经此处 贫道托师姐 带贫道来看护殿下 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 此番 能与袁真殿下 借一趟师徒的缘分 与殿下也算是善服 可是 可是袁真舍不得师父啊 原来原去 都由不得你我呀 殿下 云 缘真明白 可是 多谢道长 这几年对元真的看護 贵妃娘娘特弃了 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 元贞 快 拜见道长 道长 不错 不错 道长的意思是 平道一眼就看出 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 位列先班的神仙 因犯了错事才下凡利劫 那经过劫难 五儿还能重跃先班吗 如平道点画得道 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 我相信重回先班 并不是难事 快 快叫师父 师父 师父 您若是不闲 日后便住在此处了 不错 你今日先回吧 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 是 爹 这才正月初一 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 才能到树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 不过也好 能体会体会凡奸皇家 是如何过日子的 你又不认 就像在这儿子 我买你 你这才有 瘴我买你 你这才是 你还会 我买你 你还会 那你还会 我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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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随之失踪 已经还有颜面来这里 还说什么要见他 上仙 前几日我见过司营 我想 他与昆仑须有情深 若是回来 他一定会来昆仑须 什么 你见过他 在何处 在东海北岸 北荒境内 北荒 义军请回吧 虽说我昆仑须为了天左 不会再与异界为敌 可和异界 也绝无任何情意 至于司音 我和众师兄 会继续找他的下落 就不劳异军费心了 不送 少先 留步 问他有什么用 既然阿英故意 想隐瞒自己的身份 那那些昆仑须的人 又怎么会晓得 火麒麟 君上 回答子民宫 是 君上 君上 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 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 乔装到各地 寻找司音上仙 手中均带着这幅画 听闻 这幅画正本 是异军离境亲手所汇 其余的全是副门 方才十六师弟还来消息 今日义军上了昆仑旭 说是撞架了司音 特地去昆仑旭查看 司音是否回了师门 我巡师七师弟 巡了七万年都没有线索 怎么叫他给撞架 这分明又是火火 帝封上仙 这画卷上面的人 可真是司音上仙 不错 正是我师七师弟 你方才说 黎靖 黎靖义军 与司音上仙见过 对 是黎靖对我师弟子兰说的 可有说在何处 东海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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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东海 昆仑旭坐下时期 弟子司音 与默渊先帝一同 失踪了七万年 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 没想到 浅浅 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 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 没有 我只是 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 接到此画卷 你是想到了七万年前的大宅 你们先退下吧 是 为何要带走默渊的先帝 为何要消失 连师兄弟们都逼而不见 你 千千 千千 若我问你这些 你会如是相告吗 乖 婴儿真乖 君上 都退下吧 是 是 君上 你看 他很乖 不吵也不闹 你别闹了 都三百年 你怎么还不清醒 就是因为你当初透了阵法 我们才会生下病案 君上 君上 臣妾已经找到法子 让他醒了 君上 只要婴儿醒过来 就证明臣妾 可以生出健康的孩子 到时候 臣妾再为君上 生上几个小皇子 还有小公主 君上不是最想念胭脂吗 到时候臣妾 再为君上生几个小公主 好不好 妈 事已至此 你就放手吧 我问你 司阴到底是谁 七万年 你还想着那个男人吗 你难道不知道 他和你一样 也是胡族女人 胡族女人 不可能 我在昆仑须 亲眼见他更衣过 他是个天族男人 君上也曾与他在一处 胡族女人 怎会不知道他是天族男人 我早就知道他是女人 但他却没有告诉我 他是胡族 不是天族人 胡族 胡族女人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我不信他 我不信他是胡族女人 我不信他是胡族女人 君上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当真不知道 映儿真乖 只要映儿乖乖听娘的话 娘就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 不信他 映儿 原来是你 我竟然没有想到 原来丝音就是你 为什么我最爱的男人 一直惦记的都是你 你 你都有了莫冤 为什么还要来跟我抢黎静 莫冤 我怎么没有想到 莫冤 莫冤 您看看这个 这是采用沉溪露水 调折而成的鲜月玉露 您门门 都香了 您看看 这么小的 姑姑回来了 姑姑回来了 不是说去凡间了吗 是啊 这么快 没想到白浅竟然不在 真是老天爷来助我 天上一日 凡间一年 你们以为时间过得很快 实则已经过了数个月了 这倒也是 姑姑早上挑简的 说是去凡间少则半年 多则一年 让我留着这枇杷 姑姑明日回来再去 那 要不要我帮你送去狐狸洞啊 不必 我自己拿回去了 谢谢 姑姑今天可真可笑 是啊 太奇怪了 就是啊 娘亲 回来了 姑姑 娘亲 你方才叫我什么 娘亲不是告诉阿姨说 要离开青秋一日吗 整得这么快就回来了 因为娘亲很想你 姑姑不是说 您要去凡间至少有一日吗 凡间太过无趣 我就先回来了 我去 怎么了 姑姑不是要去帮少欣的儿子杜劫吗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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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杜劫太过容易 所以我就先回来了 陪娘亲进狐狸洞好吗 好 走 乖儿子 姑姑虽然宠爱小天孙 却知道天族礼法 从不叫她做儿子 今日的姑姑 确实有些奇怪 对 去将墨渊上神报来吧 姑姑忘记了 忘记什么 你不是怕太子殿下 发现墨渊上神 所以亲自施法 将炎华洞给遮住了吗 对啊 炎华洞 我们现在就去炎华洞吧 儿子 你在这儿等着我 嗯 你果然在这里 你果然在这里 你不是姑姑 弥谷你不要轰扰我 姑姑见了墨渊上神 都要先行弟子礼的 你不是姑姑 你是玄女 你个叛徒 你还敢来青秋 你走吧 她我 姑姑 姑姑 不是 姑姑 有何吩咐 去把小殿下给我抱过来 是 好 不如那美人落水的时候 我去将她救了 不可不可 万一那美人看上我呢 岂不更麻烦 浅浅 几日不见 我想你想得可离安 你可想我 此番我来 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 你可知渊真在这一世的爹 是谁拖的生 咱们 在远方眺望 耗尽所有目光 不思量 此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 前世你怎设想 这阴海情茫茫 还故作不痛 不痒不坚强 都是假象 亮亮月色 为你思念诚恳 化作春你含护着我 千千岁月 浮满爱人羞 翩翩芳飞入水流 两秒天一连夜一生花色 落入凡尘伤情着我 瞬间一渡情节 难留着旧的心 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遥遥三生三世恍然如梦 去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情分落九尘 遥遥遥遥秦 并且可以把心徒充 Gund的风景 牵着